大家好,我是老柯 大家好,我是小仙 这次疫情不出意外的开始全球蔓延了,也引爆了全球的经济 很多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比1929年美国爆发的大萧条经济危机还要厉害 这个这么认为的人就包括了俄罗斯总理普京 还有YouTuber的知名主播,老高 在此之前,人类有记录的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 是1929年美国爆发的大萧条经济危机 有多严重,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度过那次经济危机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战刚刚结束以后 美国进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繁荣系 被美国人称作科里芝繁荣 因为当时美国总统是卡尔文科里芝 从1920年开始,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几乎每年都以4%的速度增加 美国当时生产的小汽车占全世界小汽车总量的85% 到1929年年终的时候 美国人平均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拥有小汽车了 在当时的美国家庭里面 什么洗衣机啊,电冰箱,收音机,吸尘器 这些几乎是每一家都有的东西 所以可想而知,单时的美国发生到一个什么程度 到1929年10月底,情况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 急转之下 1929年10月21号 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就遭到大量的抛售 莫名其妙的抛售,不知道为啥 这种抛售到达多少呢? 一天有600万股被抛售 以至于啊,单时的航行自动记录期 在收盘以后一个小时四十分 将近两个小时以后 才完成了最后一笔交易的记录 1929年10月24号 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这一天啊,早上刚刚开市 股票的价格就如绝低的洪水一样 倾泻而下 人们不停的在抛售自己的股票 全天被抛售的股票超过了1200万手 1200万股,1200万手左右 但是,纽约的主要的银行 全部联合起来组成了旧市基金 由纽约交易所总裁 理查德·维尼亲自操作 要希望止住这个股市的下跌 没有任何销 到10月28号 这一天被称作黑色星期 这一天呢,道雄斯工业指数 团卸了38.33点 现在不多 但是当时呢,这个点数已经达到了 日跌幅13%的地步 这一天啊,已经没有人能够再有钱去出面救市了 从1929年10月29号到1929年10月13号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时间 总共在股市里面蒸发了300亿美金 当时美国在一战里面总共就投资了300亿 但是它一战的总开支 但是刚开始股价往下跌了 大家觉得股价只是一个移动而已 然后很快会恢复的 所以有笑话,有人就编笑话说 当时高盛集团每卖一股就会配一个佐伦手签 你要不自杀,你要不赚钱 还有笑话说 但是纽约的酒店前台会询问每一个进来登记的人 先生,您是来睡觉的还是来跳楼的? 有可能 不过很快这种还带有一点灰谐幽默的情绪 就被现实打破了 公司倒闭失业,渐薪,吸引了整个美国 从1929年到1933年4年时间里 美国有11000家银行倒闭 有13万家企业官们 汽车工业下降了95% 到1933年,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一半 已经回到了1920年的水平 股市崩溃前,就是1929年 失业率大概的25% 谁敢 搞活报表是很难过 股市崩盘前,也就是1929年的时候 美国的失业率只有2.5% 很低了 但是一到1933年 这个失业率爆炸了100倍 爆炸了10倍,25% 这就为什么每4个人就有语言失业了 我失业率25% 什么概念 但是有报道这么说 就是有一家企业在报纸上刊登的一个招聘广告 要招聘6个人 结果来了1万5千人 就是为了这6个岗位 你想失业会有多严重 是 这个图就很明显 有美国人在胸前或身后画一个牌子 牌子还写着 我懂三门手艺 比如说三门语言 奋斗了三年 有三个孩子 但是我失业了三个月 我只下两个月 但是这样的美国人 在美国是随处可见的 这些是失业的人 但是有工作的人 其实生活也很简单 曼哈顿的出车司机 在1929年的时候 每一天的收入有7美金 但是在1929年之后 跌落到不到3美金 跌了50% 一般工人的工资 最少的下降了50% 最多的下降了70% 还有一个故事这样的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但是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失业的律师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还是西装隔离 按点上 出门上班 但是他出门的地方 不再是他精美的办公室 你想 而是到了郊区 偏僻的郊区 或者其他区去挨家挨户的 都说杂志 就是便宜的领带 高压锅 如果没有东西 给他兜售的时候 他就会换上 扑扑拉扬的衣服 到其他区去乞讨 你想这是个律师吗 还算精英阶纯 是吧 但是美国年轻人 不敢谈恋 一是谈不起 二是谈了你也不能结婚 为什么 你根本付不起 结婚需要的那个手续费 对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 根据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 对吧 你最底层的生理需求 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精神需求对你来讲 都是服务 另一个好消息是 离婚率也下降了 因为人民也付不起 离婚用的法力朋友 哈哈哈 就是结婚结不起 生也生不起 离婚离不起 死也死不起 死得起 死得起 死得就在街边了 啊 在街边 出师街头了 会不会不太好 至少在家躺着 是啊 这当时很多人都很绝望 绝望的情绪 几乎蔓延了整个社会 在这种绝望的年代里面 产生了很多绝望 还有怪诞的事情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舞蹈马拉松比赛 本来这是一个跳舞和马拉松 马拉松耐力结合在想运动 我们估计把它叫成运动吧 这种马拉松 不是在1929年后开始的 它最早诞生于1910年 刚开始呢 只是作为一种 马拉松和舞蹈的结合体 表现一种魅力和你的持久力的 但是到了大萧条以后呢 这种舞蹈马拉松 就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 在比赛开始后 参赛者们必须在 划定的区域内 不停的跳舞 停下来你就算是被淘汰 直到 选出那个坚持时间最长的人 参赛者呢 跳几个小时 可能两个小时 可能三个小时 那休息15分钟 这15分钟里呢 你可以吃免费的食物 有按摩师 有船 如果你的鞋子坏了 那个举办法呢 还给你提供一双新鞋 最后的优胜者啊 可以得到1000美金到5000美金的鞋 但是我觉得就是 跳几个小时 能够休息15分钟也很短 很短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精疲力尽的人 然后基本上一扎也是15分钟 他得吃东西 是吧 你看这个图片里面 很多人都是跳的 一个人搀扶着另外一个人了 另一个人基本上都已经 输一过去了 比如说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还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来参加 这种舞蹈马拉松比赛 在那个年代可以持续数天 甚至数周 你看这个图 就是当时舞蹈马拉松比赛 一个胜出者的照片 他连续跳了1473个小时 相当于61天 两个月 嗯 而这个不是跳的最长的 最长的记录是4152个小时 相当于173天半年时间 而另外一件事情 就反映出当时人们有多久 已经绝望到 连最基本的判断的人 1938年万圣节前夕 广播员威尔斯 以一种突发新闻的口吻 突然在广播里面这样宣布 火星人正在入侵地球 射线墙下纽约喷射了火焰 有毒的黑色气体在新泽西肆虐 有7000名士兵和一对军用飞机 紧急起飞对开入侵者 但是没有成功 世界末日来临了 哎 这原本呢其实是 广播剧世界大战的一个内容 但是有数千万 数百万人信以为真了 特别是当时住在纽约和新泽西的人 很多人用毛巾捂住口鼻 冲出自己的住所 看到底是不是真的 发生了这种情况 新泽西有15个人 因为听了这段广播 单产就休克过去了 晕过去了 然后被送医院治疗 皮斯堡的一个妇女呢 听了这段 袭击事件的广播以后 疯似的冲到川外 从川段冲出去试图自杀 从这件事情 其实就可以看出啊 当时的人在蕭条中的这些人 对世界已经产生了一种取患的 他们可能连避机 有每种判断力的问题 就这种情况 日子还是要过 人们想出了很多凑合的办法 来过日子 比如说第一个 因为黄菩帘贷款 房子被银行收走了 很多人呢 就在城市的空地里面 打起了窝棚 形成窝棚村 但是这种村子呢 被称为胡佛村 很多家庭的主妇呢 因为买不了 没钱买衣服 开始自己做衣服 但是也没钱买布 所以呢 就用面粉袋 但你吃的必须买嘛 用那些装面粉的袋子呢 给家人做衣服 桌布 背单 然后穿帘等等东西 以至于很多面粉厂 为了推销自己的面粉 就把自己的面粉袋 做成五颜六色的布料 让你买了这个我的面粉以后 直接拿袋子 做出漂亮的衣服 人们呢也不再会去下馆子 这种做这种事情了 然后去工作的人 也不会去点外卖 或者去馆子吃饭 而是从家里面自带饭 所以我觉得是 那个时候有外卖呢 有啊 很早就有外卖了 外卖嘛 就找人送过去了 但是啊 甚至到理发这种事情啊 都不会出去到理发店做 都是由家里面的父女 女性来完成了 所以当时几乎 所以我要给你剪啊 你都不让我给你剪 才一心 你让我练一下手艺嘛 行 哈哈哈 是不是还能以后失业了 凭这个手艺赚点钱 在门口搭个摊儿 十万点一个人 哈哈哈 为了你这件事 我豁出去了 哈哈哈 好 你觉得啊 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呢 女孩呢 也不再穿短裙了 不换上蝉裙 因为蝉裙啊 就不需要再买丝蛙 嗯 对啊 小孩们呢 小孩们很聪明 小孩们开始翻垃圾堆 嗯 就去找汽水瓶 喝剩下的汽水瓶 嗯 送到店铺里面呢 一个人换两百分 那还是蛮值钱的 可以 特别对小孩来说 两百分那可能就买个糖 啥子 对吧 那个时候钱很值钱 你看 一天 出色机只能赚三百元 他一个瓶子用两百分呢 是啊 出色机不用开了 剪屏算了 你也签不了那多 那么多人跟你签 对啊 你好意思吗 一个小孩去签 好意思 有的家庭呢 就把圣诞克卡堡留下来 到明年呢 寄给下一家 就省到这种地步 如果呢 鞋子破了怎么办 没钱补 直接塞报纸 报纸 路边的报纸 你还把它塞到鞋里 这种既能堵上洞 还能保暖 报纸是个好东西 嗯 但是的报纸杂志 就开始干单大萧条食谱 这些食谱呢 只是为了 让主妇们知道 怎么用尽量少的食物 嗯 烹调出来 让一家人都能吃饱 最常用的办法呢 就是加黄油 因为加很多黄油以后 能增加人的饱腹感 而且黄油热量能量高 黄油很便宜吗 在他们那里 这我就没办法 明白 但是至少比你用肉 用可能更多的菜 能一坨小铜黄油 可能煮一大锅里好吃 黄油真的很好吃 对于更困难的一些 底层家庭来说 营养不良那都是好吃 吃饱 就是一种奢求 有的家庭是 轮流吃饭 周一三五一半人吃 二四六那一半人吃 只有周日 大家才一起吃 能够这样排得开也不容易了 对啊 有的可能 各几天都没有吃 是的 其实有人说啊 大销条最给人们最大的收获 就是把家人紧紧团结在一起 因为当时到夜里面 几乎所有家人都会围在收音机盘 里面收听节目 听听什么超级英雄的广播剧啊 或者听听局势月 五点月啊 是吧 但是呢 家里面 家人可能没有钱出去旅游 最大的娱乐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玩桌游 就是这种无数个抱团取暖的家庭啊 构成了克服经济寒农的一个个的堡垒 但度过这场难关难成为可能 直到1939年 俄斯福新政和二战带来的制造业发展 大销条终于迎来了消散的一天 直到今天呢 也再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精神危机 持续时间这么长 十年时间 2008年的次贷危机也当年了 可能 就于我们这种啊 生长在这种物质过剩的年代的人 没法想象那种一个年代 什么都缺的时代是什么样的 但是呢 毕竟我们现在也将经历一次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啊 经济危机 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次经济危机 很可能是 比1929年的经济危机更糟糕的时期 但是我觉得啊 就现在的经济发展和这个国际状况 我觉得应该不会比1929年更糟糕的 是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1929年 差不多100年前的一个时代 就可能 嗯 在 世界 范围来看 就是 能够属于一个成熟经济体的国家 可能就那么几个 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欧美啊这些 所以说他们去做一些 如果有一个国家发生的问题 很有可能这种经济的危机会吸卷全球 但是也只限于 可能某几个国家之间 比如说有外贸来往的 有金融体系的这些国家 只限于这几个国家之间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好就好在哪呢 就是大家都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大多数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去去想想想方法 想对策去度过这个这个时代 或者这是困难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科技比那个时候发达 互联网发达 所以说你看现在又资深了很多新的业态 这种业态就可以帮这个社会去进一步的去推陈出新 然后吸纳这种劳动力 然后创造财富 虽然说是我们现在会经历很这种经济危机 但是经济危机里面呢 肯定也有很多产业是值得我们去投身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赚到钱的 比如说1989年嘛 电影产业 对吧 八卦 八卦杂志 八卦杂志 就是当时的一个就是比较 其实是个新兴产业 对对对对 所以即使虽然是我们要经历一次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抱有这种希望 对吧去生活下去 同时呢用自己好奇的眼光 保持一种好奇的眼光 去发现周边事物的一些这个事物的价值 很有可能就会让我们很快的去度过这次经济危机 对 甚至到下一个复苏周期到来的时候啊 嗯 虽然毕竟能说能够让我们赚多少钱 能像巴菲特那种一瞬间财富翻好几十倍 但是至少我们也能领来一个更好的生活 嗯 封印足十的什么 对吧 是的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那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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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